香山区的市议员贺玉燕以上场就向市政府表达关心香山区的旅游发展 例如金金草原新建了54公尺溜滑梯 还没盖好就已经吸引许多新竹市民的兴趣 贺玉燕希望市政府应该注意溜滑梯的波度是否安全 除了山区以外 贺玉燕也希望市府积极营造香山的海岸景点 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到香山游玩 那因为它是顺着那个三次而建 那所以那个感觉上坡度很大 大概就45度到50度的斜度 那我觉得这个斜度而且是这么长 有54公尺长 那如果说这样一路滑下去的话 我觉得很危险 而且它有三个点 是那个阶梯跟溜滑梯会交错的点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如果小朋友一路这样滑下去 那有行人在那边那个游客在那边走的话 可能常常会有机会会碰到 所以市政府在这边要多加注意 市议员张组言则表示 有民众向他检举 有一位市府一级主管在上班时间 未依规定请假 擅自到校园进修 张组言质疑市府的管理螺丝已经松了 要求新竹市政府尽快处理 民众检举 新竹市政府有一位机关首长 不嫁外出 擅自到学校去进修 经过我查明 原来他是申请进修 没有被核准 竟然敢偷偷摸摸的就去上课 把上级核准不止核准这件事情 丢在一边 那我想请问以后公务人员都不要管上级的核准了 新竹市长指出 这位主管的行为确实不妥 已经召开考基委员会 继这位主管一大过处理 人事处长表示 这样的处置对公务员来说是相当严重 不但年终奖金领不到 而且当年的考基委丙等 对以后公务员的升迁都有影响 我们也做一个很严厉的陈储 因为继一个大过对公务员来讲 也是影响非常大 以后比如说他考基会丙等 然后就是也没有年终奖金 也没有考基奖金 那这个都是除外的事情 他以后要调到哪里 人家只要看到他的资料是丙等 对这个人就会有所质疑 所以对公务员来讲 记一个大过 所以真的是 已经很严重的事情了 明年长照法即将上路实施 市议员段校方关心新竹市的 长照措施是否已经准备妥当 而目前老人照护员的低薪血汗工作 段校方也期望是政府可以尽快协助改善 并努力向中央争取经费做检设 六月就是明年就要实行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所了解的照服员是严重的不够 因为呢这个工作真的是薪水 实薪非常的低 他们是领实薪的 然后呢这个工作时间长 然后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说我们这边希望市政府在这一段 不管是在经费 因为中央有编列五年120亿的基金 将来在经费的上面能够跟中央能够多争取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因应到明年六月要实行了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一个部分 剩一年的时间能够多去培训一些这种照服员 然后呢当然在这个制度上面 能够多给他们一些的服务 从香山观光景点到扰人议题 三位市议员从包海包山的各种角度出发 希望代替市民监督市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 也期许市政府可以上井螺丝 不要轻易松懈了 开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